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新冠病毒 才住院短短三个晚上 就强逼医生要让他出院 那么在台湾时间6号早上 已经返回白宫 而且他还洋洋得意的 告诉大家不要害怕病毒 就能够战胜病毒 把自己塑造成抗疫英雄 而就连白宫也是一搭一唱 帮忙川普出了所谓的 抗疫成功纪念币 已经开放民众预购 但是美国的防疫大将福气 不敢太乐观 他很担心川普的病情 很可能在5到8天就会逆转 而川普确诊之后 一连串荒腔走板的行为 包括了住院期间 还一度搭车外出 向知识者挥手致意 完全不管同车的随护 可能被他传染 还有病毒还没有好 就执意要出院 连专业医生的劝告 都被他当成耳边风 那么川普的儿子小唐纳 也看不下去了 批评老爸实在是 太疯狂 川普确诊住院才三天 就出院回到白宫上班 现在讲话赶大声 大赞自己抗疫 非常成功 但川普出院前一天 搭车外出 不顾车上随乎 可能被他传染 住院还狂推文 一连串的疯狂行径 连川普的长子小唐纳 一向力挺老爸 这回也看不下去了 事实上 美国医学专家都认为 川普太早出院很危险 因为他住院时 接受肋骨唇治疗 通常病情会好转 精神也会变好 但都是一时假象 美国防疫权威 佛奇医师很担心 根据临床经验 川普的病情 五到八天可能逆转 外界看到川普 连自己确诊生病 都把医生的专业 当耳边风 想出院就出院 没人敢终言逆耳 白宫官员甚至要帮川普 推出抗疫成功 纪念币 已经在白宫的官网 开放预购 一枚100美元 约台币2875元 把川普塑造成抗疫英雄 究竟适不适当 引发美国网友不同意见 杨振平编译 印度科学家最近研发出 一款新冠快筛试纸 称为费鲁达 是以侦探小说人物为名 而且它的价格很低廉 不到台币200块钱 操作的方式又非常的简单 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够得知结果 印度政府已经在九月的时候 批准了这项试验 接下来将会交由 塔塔集团的生产 不但可能成为全球 第一个上市的 纸质筛减工具 更有希望大大的提升 裁剪能力 印度最近研发出一款 新冠肺炎快筛试纸 只要放进鼻子 采集样本 一小时内就能知道结果 价格不到台币200块 这种检验 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 运作方式类似快速验运 简单又方便 这款快筛试纸 以印度侦探小说人物费鲁达为名 灵敏度达到96% 特异度则是98% 代表他几乎能检测出 所有感染者 并派出大部分的 微阴性和微阳性 目前印度主要依赖PCR检验 和快速抗原测试 费鲁达则在9月 获得印度政府批准 接下来将由塔塔集团 负责生产 除了将成为全球第一款 上市的指质筛减工具 更有望大大提升裁减能力 周一军编译 科学家最近在加拿大海域 发现了一只 人类等级的大白鲨 它的高龄 已经来到了50岁 一只超大次性大白鲨 在加拿大诺瓦斯科西亚 沈外海横空出世 全长5.2公尺 重达1.6公噸 科学家估计她已经高龄50岁 奉她为海洋女王 当之无愧 这么一只巨型大白鲨 即使是科学家也嘖嘖称奇 研究人员将她取名为努姑米 在北美原住民传说中 意思代表睿智的老祖母 努姑米可能经过了15次生殖周期 孩子可能多达100个 子子孙孙更是不计其数 研究人员接下来在乳姑米身上标记并采集样本 深入了解她的血液和器官 若能跟较小型的大白鲨比较 就能对这种生物有更多认识 每个大型的生物都会移动 每次你都会移动 每次你都会移动 身份接待的游客人次已经恢复到了去年同期的八成以上 部分的省份甚至达到了九成 显示中国大陆民众对防疫信心满满 我后悔了 我不想出来玩了 我想回家 安徽知名的旅游地点黄山的登山步道 即使刮风下雨还是挤满了报复性的旅游人潮 4号当天就有18000多人上山 所有的人进退两难 有人失去了耐性 大商爱好表达内心的懊悔 宁克松那边黄山 因为路比较窄嘛 是商巷单元通行的 一边上一边下嘛 就比较急一点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 延续几个晚上都出现万头沉动的盛况 上万人露天合唱 就像一场超大型的演唱会 网友留言说 要穿紫尿裤 要不然会起不出去 几十万人涌进这个大唐不夜城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钟 这是现场的情况 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纪念碑前面 一样也是人潮满满 纪念中缺节刚好碰上长假 十一房金座长达八天 各主要的景点全都筛报 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不会败幸而归 大陆十一前四间全国接待的游客 较去年同期恢复大约八成 达到4.25亿人次 撞到了人民币三千多亿的旅游收益 显示即使是疫情在全球延烧 中国大陆却以惊人的速度恢复正常 沉迷编夜 政治焦点来看到的是行政院长苏仁昌 在今天排定到立法院报告 前瞻第三期特别日算 不过国民党团又出招了 提出要求政府荆棘促成台湾跟美国复交 和请求美国协防台湾两项公决案 那么最后都交给任会来处理 不过在外交实务上 要来实行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有困难的 再加上之前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专访的时候 也才提到台湾不会主动的 在现阶段寻求跟美方建立全面 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今天面对国民党出招 行政长苏仁昌的评论有点酸 他说当初台美断交就是国民党造成的 如今用来提台美复交案 难道突然是良心发现了吗 没有意义 本提案照案通过 鼓掌声中 国民党团提出两项公决案顺利通过 内容是要求政府积极推动台美恢复建交 更进一步希望美国能出兵 协防台湾 断交部长 说不会推动台湾跟美国复交 奇怪有这种外交部长 为了让提案不被阻挡 朝阅党团事先瞧了老半天 国民党主张既然美国卫生部长 国务院次卿都来放台 政府应该在这个立场下 积极推动台美复交 台湾会跟美国 从有外交关系到没有外交关系 都是国民党搞的 而现在国民党终于良心发现 也是好事一章 行政委员长苏贞昌回的很酸 用良心发现来讽刺国民党团的提案 美国你真的对我们那么好 你不是只卖给我们武器 只卖给我们美猪嘛 也要宣示说你会协防台湾的决心嘛 我想国民党应该是精神错乱的吧 前一阵子才在讲说 台美建交会激怒中共 那现在又自己提台美复交 那到底他是要怎么样 台美复交 美国以具体行动协防台湾 两项公学案朝野都无意义 交给用会处理 只是实质上能否顺利推动 依然还没个定数 记者林先生就换回财特别报道 美国国新庞皮欧访日行程 今天正式展开 下午与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进行会谈 而这也是菅义伟上任之后 首次接见外宾 他大秀英文自我介绍 希望借此拉近距离 两个人也确认 今后将会持续的强化美日同盟 傍晚庞皮欧还出席了 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议 也就是四方安全对话 美国国务卿庞皮欧访日行马不停蹄 6号上午才拜会日本外相 下午紧接着跟新任首相菅义伟展开会谈 两人一见面就先以碰拳礼取代握手 菅义伟还落英文自我介绍 希望拉近彼此关系 而这也是他上任后首次接见外宾 外交处女秀表现不俗 在15分钟的会谈中 菅义伟也对川普夫妇染疫表达慰问 庞皮欧也对日本明年将举办冬奥表达力挺 所有菅义伟又跟庞皮欧 以及澳洲印度三国外长进行会谈 周庞皮欧还出席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 也就是四方安全会谈 会议上他不敢猛烈炮火痛批都是中共隐匿 才会让疫情扩大 同时也呼吁四国联手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 这场四方安全会谈 不甩中国速度谴责 是企图压制中国新奇的会议 庞皮欧还接受日媒专访 呼吁各国起身对抗中共 他甚至预计在川普康复后 重新规划月底出访亚洲 继续集结盟友建立对中包围网 温搜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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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